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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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饭店很棒啊 这个大厅就有这个 迎宾饮料吧 那这个都是不用钱的哦 你看有乌龙茶 苹果汁 还有咖啡 这些是 孩子和孩子的衣服 安心地来得到 無料提供的衣服 这些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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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这些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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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是有来的哦 不是我跟他女朋友开房间哦 大家不要误会哦 大家好我是北海道女婿 来这一集又来到我们的北海道饭店开箱 那我现在所在位就是在 赴良野 那我为什么来呢 其实我是来送货啦 因为我们的供应商在赴良野 那我们有点小问题 所以我亲自开车来送货 那我就顺便来这一家饭店 顺便开箱 这家饭店叫做La Vista 是三年内新开的饭店 然后这饭店我觉得非常不错 一开始进来就有一个迎冰的饮料吧 而且是不用钱的哦 而且这边号称 不是号称啊 是真的 这边还有一个天然温泉哦 然后呢 晚上十一点前也有这个 无料的拉面可以吃哦 那据说明天的早餐 据说有鲑鱼卵哦 超级棒的 在影片的最后 我再公布 我这次一破一时所要这个花费的费用 而且是非常的超值 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来看一下这一间饭店吧 那我们来参观一下Lisa 跟她女朋友的房间 Welcome Domi in La Vista 我介绍我的房子 首先这里是 洗脸台、洗脸、洗脸、洗脸 套路 套路里套路 套路里套路 开开 开开 然后这边是她的洗手台 非常的干净耶 然后这个是 全部用意 奥夫妖的地方 你看套路里套路 超広的 你看 日本有名的奥姆士 哦 Toro的Toro Toto Toto 不是Toro 很小的 是啊 还好 还有一些 部门 也有一些 衣服 也有一些 这个 现在的烤液用的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匙子 看 你看 这里 你看 这些 房间很大 房间很大 很大 房间很大 兩小床 房間好大喔 床中型的耶 床外沒有景色 大大電視 電視 電視也床了 還有錢的人 困難了 電視也床了 有錢的文字 這裡是冷凍庫 冷凍庫嗎 你看 水也有 自由地喝就好了 錢也沒得到 貧乏的人也沒得到 以上です 這部屋裡是 就是 咖啡範圍 最好 甜泡 冷凍庫 也有六茶 在家中 熱水 熱水 然後 流優 空氣 可以吸收 自己喝了 日本飯店幾乎都會搭配空氣清淨機 那這一盒是大金的 這一盒據說在台灣非常的熱門 剛剛這個Misaki醬介紹完這個飯店了 這飯店真的很大間耶 這個床不是那種日式的小床 這個是中型的 好棒耶 這邊的門可以關起來 然後這邊放洗你的空間都非常的大 這個飯店這個房間的Size 讓我非常的驚訝非常的大 而且這個應該是最小的房型都有對來運用 這是最小的 最便宜的就對了 然後床頭就有空調 然後這邊還有USB插座都有就在床頭 然後這邊都可以控制這個燥明 主燥明 變暗了 然後床頭旁邊都有這個小夜燈 我覺得設計都非常貼心啊 就是你這邊滑手機滑碗就可以 關掉燈就可以睡覺了 我剛check in 進來 我覺得這間飯店真的非常的BUG 所以我決定不賣關子了 那這次呢 這個房間就是Lisa跟她女朋友 一個人是7195日幣喔 含早餐跟這個露湯碎 就是有含泡湯喔 天然的喔 天然溫泉才要這個費用喔 一個人才7200日幣耶 然後兩個人是多少 一萬四千四百 一萬四千四百 七千二乘以二等於一萬四千四百 一萬四千四百沒錯 一萬四千四百 好划算喔 我好期待這個 等一下的溫泉還有明天的早餐喔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期待呢 就持續的齁 不要轉頻道喔 那我今天一個人睡一間喔 單人房 我是一個很大的雙人床啊 那整體的配備就跟俊佑那間房間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這單人房 我覺得有點小耶 有點壓迫感 他們那間真的是太寬敞了 所以還是要帶老婆出來度假 那這一個房價含早餐含露湯 這個露湯稅 一萬一千日幣喔 那一個人睡這個空間綽綽有餘啦 那我個人偏好那間比較大 所以我要下次帶老婆出來住 然後這間飯店呢 就在富良野車站前面走路 應該兩分鐘就到了 耶我們現在要去泡湯了 泡完湯再去吃他的免費拉麵 這根本就不像出差根本就出來玩 這根本就不像出差根本就出來玩 這工作的人也太帥了 我是說立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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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飯店蠻狂的這邊喔 早上泡湯外面有洋樂多給你喝 下午泡到半夜有冰棒給你吃 如果你是晚上10點到11點有拉麵給你吃 反正就是一直吃就對了啦 OK我們來到這個湯叫做紫芸的湯喔 然後這邊有這個各式的使用狀況 現在就是這個山吹喔 剛剛這一個人還在泡就對了啦 泡太久泡太久 然後這個白化現在沒有人泡 來我們來開箱白化這一間湯屋喔 裡面應該是沒人啦 打開有人就不得了 超讚的耶 進來這邊還有好多備品喔 備品都有了 哇塞這邊還有一個獨立的 這個洗手台喔 吹風機 是什麼是Dyson的嗎 是Dyson的嗎 還是長得像Dyson Dyson的耶 Dyson的Dyson 現在是沒人喔 我們才敢進來開啊 這邊還有一個個人的一個 洗澡的地方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啦 這個各式的是這樣子 很適合家族來泡喔 還是跟女朋友老婆 外面景色就沒什麼景色 不要太要求 超棒的耶 哎呀 這一對情侶已經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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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這邊有免費的冰淇淋 量式超多的喔 剛剛泡完湯了 這個湯 環境也非常的舒適喔 也非常的寬闊 那特別它有一個戶外湯 紫雲的湯喔 是天然溫泉喔 那在那個戶外呢 可以看到這個 富良野花雪場 然後整個富良野市區都看得到 超自然的 然後裡面的貝瓶啊 非常的充足喔 然後裡面的吹風機 全部是Dyson的 那我這一輩子第一次用Dyson 蠻特別的啊 為什麼可以賣那麼貴 我還是想不透 然後旁邊那邊有按摩 按摩機 好像是不用錢的 我們等一下去體驗一下 我又拿了一支巧克力雪糕喔 這邊的冰淇淋是隨便你自由拿的 那雖然沒有說是插杯後袋 但是差不多一遍 隨便你拿 我們這個休息室非常的舒服喔 飯店找我來業配吧 來拉麵啦 晚上10點到11點免費的喔 然後這邊的用餐環境非常的棒喔 雖然是免費的 但是它的湯頭 非常的好喝耶 非常的清爽 超棒的 拉麵也是吃到飽的嗎 拉麵也是吃到飽的耶 然後我據說看到有一些日本人啊晚餐都不吃啊 然後在那邊吃宵夜吃好幾碗拉麵給他吃到飽 這是真的我沒有在蓋大家 嗯 嗯 棒 呀我昨天晚上睡得還不錯喔 那現在一早喔 我去泡完湯了 那現在是8點 那我現在來吃早餐喔 那據說也有海鮮丼 也有伊古拉喔 那就讓我們去瞧瞧吧 哇 看到沒有一早就吃起了海鮮丼 好快海鮮丼 海鮮丼喔 然後這邊海鮮丼 共有這個AB喔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烏賊喔 花枝啦 花枝啦 有一些簡單的海鮮喔 然後這有一個蒸的 叫我蒸南瓜喔 料理很多耶 哇 這邊也有飲料吧 那絕對有 北海道的牛乳 然後有這個 tomato 果汁 番茄汁 然後這個 乳酸菌飲料 這邊是有咖啡 還有一些果汁類的 飲料 昨天睡得怎樣 昨天睡得超好 躺上去都睡著 而且它的溫泉也很棒 真的推大家 一定要來放 這個早餐很豐盛 然後這邊都是一些北海道道產的 蔬菜喔 讓大家看一下喔 品項非常的多 而且 看起來都還算精緻喔 然後這邊有一些 炸雞 然後有一些這個烤牛肉 烤豬肉 這個也是一個 燉豬肉 然後這邊是甜點吧 大水果吧 然後有布丁喔 然後這邊有一些 蛋糕 项目超多的 然後這邊還有提供麵包 這邊附有三種湯品喔 這個是味噌湯 這個是什麼湯 如果很多肉啦 像蔬菜湯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 來北海道一定要吃的 湯咖哩喔 有沒有看到一個很特別的喔 這個馬鈴薯的湯喔 馬鈴薯濃湯 看起來很濃很濃耶 蠻多的早餐喔 那這邊的早餐啊 我覺得 非常的滿意喔 如果兩個人來玩的話 一天是7200塊日幣的狀況下這個早餐 我覺得幾乎是滿分的啊 那只要你來日本玩啊 只要是在這個集團 它有兩個系列 一個是La Vista 就是我們現在住這個 另外是Dominion 那La Vista是屬於燒貴的這個飯店 那Dominion差不多就落在 五六千塊左右 那看蛋黃劑不一樣喔 那其實這個系列的飯店啊 都非常的有水準 而且都有天然溫泉 幾乎都有天然溫泉 那剛剛點的這一個 馬鈴薯的湯喔 非常的清甜 非常的好喝喔 我超滿意的 那我等一下再去吃完這一輪 再去嚼那個海鮮丼 我要吃整碗的這個 鮭魚卵 然後這邊還有提供 白米飯跟醋飯喔 那我等一下要用海鮮丼 所以我稱的是 醋飯喔 飯不用太多啦 等一下全部放海鮮 開始夾一咕拉洞啊 這個我不喜歡 來啊重點啦 特寫一下 來喔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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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好啦不要太誇張了 再一次就好了 其實我平常不會用那麼多啦 我拍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平常太常吃了 但大家如果來這間飯店喔 不用客氣喔 吃到飽了 盡量給他咬啊 耶 吃海鮮丼 太狂了太狂了 想不到這個在日本還算是 蠻平價位的飯店 可以吃到這個 以菇拉吃到飽 雖然是比較小顆的這個 鮭魚卵 但是新鮮度蠻高的 比較小顆而已 那這支影片也到了尾聲喔 那 這個飯店喔 我蠻推薦的 它的那一系列 Domi In Rapita 如果你有常來日本的這些觀眾 應該都知道 這間飯店 以CP值助身喔 下次來到了富良也不妨來 住這家飯店喔 我個人是非常推薦喔 那因為價位呢 隨著蛋旺季不太一樣喔 所以 旺季的時候是比較貴 那我來的時候現在算 鼠偏蛋季 所以是算蠻便宜的喔 那我是 飛海盜女婿 我們下一次的 飯店開箱 再見喔 掰掰